內蒙古呼和號特使法輪功學員 醫生成福榮、梁鳳英夫婦 在2020年12月31日 再次被回民區政法委 夥童公安分局等部門綁架 並被非法判刑一年 《明慧網》報導 成福榮、梁鳳英夫婦 居住在呼和號特使 回民區西隆王廟 長隆小區 多年間開中醫門診 前來就醫者不斷 夫婦倆善良 熱情、症跡 在醫術上精益求精、救死扶傷 給生活困難的患者提供方便 同時以真、善、忍的標準行醫、做人 是患者和其家屬公認的好醫生 在中共病毒造成的嚴重疫情下 成福榮、梁鳳英夫婦 給民眾提供抗疫保命的真相資料 希望他們能躲過劫難 2020年3月9日 夫婦倆在黏貼真相發送小冊子時 被呼和號特使 回民區公安分局有關部門跟蹤 隨後 回民區政法委率領公安分局國保大隊 化工路、派出所等部門的警察 一行十多人 無視疫情期間 禁止聚眾的規定 非法闖入成福榮家 綁架了夫婦倆人 並非法收查住家 搶走了家用電腦 黑白打印機和個人生活 和悶診醫療運轉的銀行卡等私人物品 這個舉動引起了小區居民極大憤慨 在被非法關押6個月後 2020年9月9日 成福榮夫婦被以取保回家 事隔2個月 2020年10月31日 當地有一次大規模的打壓法輪功學員 回民區政法委、夥童公安分局 國保、派出所、辦事處等部門 再次綁架成福榮、梁鳳英夫婦 並非法判刑一年 從2020年開始 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所謂清零行動 以各種手段 迫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修煉 導致大批學員被綁架 非法關押、判刑、關進小孩等 忍驚人 Chase 忍驚人 司令呔 編 寶 REY